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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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的探索進行中 空間裡一再出現不尋常的巨像 使得探索過程中增添了幾分危險 叫他們的叫聲警 來 幫幫我洗 謝謝 有很多附近的鄰居也說 他們常常就是 還有學生也說在這個廠廊 會常常看到一些那種 那種鬼影在那邊晃來晃去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感應的地點 就在這邊 現在裴琳自己在長廊上面做感應 因為 根據外警隊的經驗 越靠近事發地點 往往會發生越強大的靈動現象 這是不是長廊種桌紛紛的原因呢 現在 靈異監兵裴琳 就要在這裡進行她的靈雪感應 我剛好聽到有人 是在你前面嗎 我是目前畫面上沒有任何的異狀耶 有光是掉落的聲音 你聽到嗎 有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到耶 裴琳你要鎮定下來喔 各位觀眾 這一次的感應結果相當的特殊 現場除了架設DV8外 並無放置任何光源 但是 請各位觀眾注意 以下的每一個細節 捕捉任何可能出現的靈動畫面 裴琳 是有什麼東西飛過去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有看到為什麼嗎 好像有什麼 裴琳還是當心有鴉雀聲音 我是看到裴琳剛剛有一個東西飛過去 真的假的 這我眼前還在我後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看到有個東西飛過去 我不知道 DV8下出現了類似光暈的東西 她像是往鏡頭前面移動 最後又游離開了鏡頭 這是零件的力量所致嗎 接下來的裴琳 又將有什麼驚人的發現呢 我們現在重新播放DV8 一次又一次出現的白色光暈 究竟是不是零件力量所為 而光暈的周圍 又是不是有零件的朋友存在呢 你正面下來 妳正面下來 他 裴琳有這個地方發現 我發現有的 我前方那個地方好黑 而且好像我昨天正面飄了過去 我嚇死了 好猛喔 裴琳趕快看一下妳的右前方 妳看一下妳右前方有沒有燈光 我右前方那個地方好黑 而且好像妳說 那邊飄了過去 我嚇死了 好猛喔 裴琳趕快看一下妳的右前方 妳看一下妳的右前方有沒有燈光 沒有看到 都黑黑的 而且那個樹都長得奇怪 裴琳 裴琳妳看一下 我一直看到有燈光在妳前面耶 不是燈光是那種 那種好像光暈的感覺 沒有啊 我前面都暗 這裡只有我一個人啊 沒有東西啊 我沒有亂講下頭好不好 我懷疑 這畫面是怎麼樣啊 好 好裴琳妳繼續改 在奇怪的白色光暈後 裴琳的感應過程又出現了異象 請各位觀眾將焦點轉移至裴琳身後的長廊鏡頭 原本靜止的光點中出現了一閃而過的影子 她身後的門也硬生有了變化 裴琳 裴琳 我幫妳想給我 我幫妳看我 那個故事呀 我想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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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光点中走出来的影子究竟为何 它是不是存在校园里的女学生呢 现在我们放到DV8的画面 并放慢影片的速度 请各位观众注意走廊镜头的变化 看到了没有 都看到了吧 真的 马尤,你看到什么 刚刚一开始就是镜头的 镜头前面有两个就是 好像是光源 对,一个 而且很明显 另外就是门 那个门打开 可是在门打开之前 有一次有闪过一下一个 有闪过一个东西 对 你在现场你有看到你的前面 就好像你现在看画面一样 有两个这样子的光源 什么都没有 很正常 对,我一直用walking camera 真的,真的 对啊,就都看不到 都很正常啊 那你现在回来看到了当时的情况 你自己有什么解释 会有这样的两个光源呢 我根本不晓得 我当场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环境 然后不停的涌那种很奇怪的 什么脚步伸啊 或者是后面就是那个门有变声音 可是他们说的那些光 基本上我真的都看不到 他们说什么 在我右上头 我都觉得每一个 那个光也很怪 因为那个光如果说可以造成这么亮的那个 在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么亮的效果啊 那么应该后面的那个墙壁 或者说它凸出来的那个柱子 应该有反光的效果 那个反光效果在那个绿色第一发监控啊 都会非常明显 对 它因为它有一根一根的柱子 一定会有影子 所以我们先来 请教老师有关这个光源的问题 为什么在它的画面上头 上下两个位置 各有两个好像 它应该光线蛮强的光源哦 其实那个一般来说 我们在讲灵界的朋友 它因为没有实体嘛 所以它是一团能量 那能量的话 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个雾有没有 薄雾状的东西 对 很像光玉 对… 所以它是事实上是 等于说它这个有两个灵界的朋友 事实上他们在 这就是OK 它在一直在这个镜头前面 一直在移动 像镜头就对 对 一直在移动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看到的东西 就会变得好像有点薄薄又透明 又有点像光 可是如果是实际的光的话 会造成 我就讲 整个里面都会 好像整个都会发亮 对 包括你看它那个手电筒 那walking talking 那上面那 对 那么小的灯 都变得那么亮 所以 那个地方来说 那是零件朋友 他在那个地方在 就是说它在移动 那就是说 我们像他刚刚在讲的 他们就这样说 你在看哪里 都看不到 就好像有的人 有阴阳眼的朋友 那这个有阴阳眼的朋友 就像这台摄影机一样 比如我们 可能透过这摄影机去看 那你告诉他说 你看像旁边有一个人 可是旁边那个没有 就是我们一般正常的人去看 没有啊 哪有人 一样的意思 所以他看到 他会觉得很正常 没有东西 没有那个 可是我们透过这个 这个夜市的DV8来看的话 就刚好看得到 这个形象出来 但是我在现场看到的是 因为那时候 我叫裴霖看后面 因为我想说 会不会是有人走过去 在那后面 但是我在摄影机里面看 竟然是一个白色的 霧状的东西 但是它算是一个形体 没有看得出 它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看不出来 所以老师 接着我又是第三位 邻居的朋友了 其实那个就是那个警察 不是 那校园的那个警卫 是校工 对 校工 他就是在那个地方 他从后面走过去 然后去开那个门 但是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教室 那个小小的那个玻璃那边 其实在没有那个形体出现的时候 它是一个光在那边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时候 确实好像它有挡到光 那如果说灵界的朋友 它是透明的话 那光应该会直接穿过他的身体 不是吗 因为它是 因为玻璃上的光是反射光吗 是反射光吗 那边没有玻璃 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好像是对面住家 对面四须的光 对 那是外面的 对 那OK 那所以它基本上来说 当我们的灵体 如果从中间穿过去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来说 因为它在这个瞬间是重叠的 那重叠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感觉上面 好像感觉到它有挡到 但是事实上 就像我们透过那个薄雾 有没有 像现在飘的这个单冰 你透过它看到另外一边去 虽然它是透明的 你还是会感觉到 中间有一个隔阂在 是觉得会有所障碍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子的实验呢 这次 接下来我们是用那个静态的 用地狱巴架设 看看我们要做的这个实验 是不是有灵动现象 这样子 而且我们带了一个很特别的 算是一个道具 老大姐就是老大姐 这点小动作 她还会耍技巧 拼没有 你去做就好了 好 我们赶快来看看 接下来的灵异最前线之 校园内影 因为刚刚培林啊 就是在那个长廊上面做感应 然后有一些灵动现象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说 到底是 是我们有看到那个 到底是不是灵界的朋友 我一直听到怪声音 而且不知道是北北或者是那个高中女学生 所以我们现在到这个礼堂 这个很大的这个礼堂里面 做一个实验 就是听说那高中女学生当作自杀 就是因为她考这个历史啊 考不好 所以她非常非常的自责 所以才自杀的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历史课本 就是她考不好的这一课 然后试试看 对 校园里的灵体是否就是女学生呢 我们似乎还无法探定这个灵光 就是今天要来造访的女独角 所以外体队准备了高中历史教科书 来进行底下的实验 以确定女学生真的存在 小心 后面在跳耶 其实刚刚你做实验是做蛮久的 还有灵动现象 对 我们这一次比较奇怪 而且 比较没有那种 灵学实验的地点选择在大礼堂 而历史则是女学生生前受挫最严重的科目 感应一开始 画面便出现了些许的干扰 外体队近代书本的灵动反应 她当初考试的时候啊 就是考不好 她真的犯了 书本出现变化了吗 除了书本还有什么其他的灵动反应呢 广告回来告诉你 透过之前的灵动现象 我们仍然无法判定灵体就是高中女学生 观景队特别在大礼堂架设了DV8 以书本进行与高中女学生的灵学实验 只要面掉掉了 这次单独以书本进行的灵学实验 竟然又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现象 请各位观众努力地观察书本的每一个部位 研究书本到底是如何才能出现这样的变化 她真的犯了 她在看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DV8下这个惊人的灵动现象 在没有任何风的室内 外警队用来感应的教科书 竟然像被阅读一样一页一页翻开了 这究竟是不是女学生的灵动现象呢 DV8监视下的书本竟然一页一页翻开了 各位观众如果觉得画面不够清楚 现在我们就把DV8速度放慢 请各位瞪大眼睛努力注视她的变化 看了这个课本之后 马力欧身上的鸡皮疙瘩要再死吧 反应在一起了 哇 马力欧身上的鸡皮疙瘩要再死吧 你怎么样你看完这个课本移动 你是什么 我刚才说 我刚才就跟英明姐讲 我说这风吹的 然后她说 可是她刚才有跟我解释说 风吹的话不会说 那个书液的脚会先动 可能她说会很乱的这样子 对 就是整个是这样 它是这样子 有一个前后的速度这样子 其实我跟马力欧一样 在鬼屋如果说遇到状况 为了让自己压力不要缓 对 我一定都会去寻找答案 就说好 它是自然界的东西 先用个科学的解释 可是回到家之后就完了 对 有一些方法 就是有一些东西 你看就是它就是这么硬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是自然界 比如说风吹的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是风吹的 那个感觉 是 可是这个灵界的朋友 他当时自杀是因为考试考不好 照理来讲 他应该很排斥这个课本 为什么看到课本了以后 他还继续翻它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的实验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 可能是投其所好 或者是让他最讨厌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拿出来 因为他最讨厌的是历史 就是那一颗让他考不好 所以他才去自杀 可是我觉得他不是最讨厌 因为如果说针对好学生来说 考不好的就由他们而言 他们应该会再猛念 你知道吗 所以他刚刚就是可能在念 对 如果坏学生来说 他们说考不好就算了 怎么样 就真笑这样 可是好学生来说 他们就会针对那一颗 一直这样子去专注他 然后会抱着那本书就对了 老师刚才的画面真是灵界的朋友 在翻动书吗 真的是那个女孩子吗 会不会因为画面局部太小 老师你看不清楚是那个女孩子呢 基本上有看到那个手在翻动了 不过一般来说的话 那应该是女孩子的手 因为其实男生女的手 伸出来看就是有差别 第二个而且他 因为他还是学生 所以基本上如果以学生来说的话 那个男生女的手 基本上差异会更大 女生的手更前细 所以当他我们在翻动的时候 就像刚才他们在讲的一样 风吹他一定是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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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续翻动 对 那就像刚才他 他有个时间顺序 OK 就像我们有些 有人在看书一样 你直接翻过来 就看完之后再翻 那只是说OK 像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比较认真 那所以基本上他的 因为他就像 刚才那个小平说的一样 因为他生前 是因为这一本书 考试的成绩不够好 所以他才去做一个自杀的动作 所以即使他时候 他还是一直在那边 我要把这个东西要考好 要考好 所以他还在很认真的看 嗯 而且我刚刚看那个书啊 我背里面我看到 那个书打开啊 其实那个书的那个地方 有白白的 对对 有个也是有 我们刚刚看好像 好像光月好像雾的那种 在上面 然后是这样翻 雾状的一个形象 对 我刚刚看就是 仿佛他已经来到这个书的正面 对 然后这样翻 等于说他头挡到monitor 可能是 我刚才有看到那个书是误误的 不是很清楚的书本 是 有啊 我看到 尽管他考不好 不喜欢这个历史 因为历史而造成他的自杀 但是呢 死掉以后 他却对历史继续念念不忘 即使拿了一个历史 放在他的面前 他还不停地去慢慢地翻动 对不对 所以呢 书的压力方法有很多 刚才之前在节目一开始 听过大家 不同的书的压力的方法 希望大家都能够寻求到一个 对自己最好的方法去疏解您的压力 千万不要选择自杀 因为这样子会让你 永远轮回在自杀的恶梦里面 对 看我们鬼话脸片 就可以疏解压力 是的 是的 但是不要忘了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晚上的十一点钟 继续要收听我们东森综合台 收看我们鬼话脸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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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